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我们家乡的美食 那就是玉米粑粑 我们云南话叫乙美粑粑 这就是云南话 对的 翻译成普通话 就是玉米糊糊 也可以这么叫 好的 那在此影片开始之前 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了 好 那我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个食材 都有些什么 好的 那桌子上面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这个食材了 就非常简单 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玉米 那这个玉米呢 它不是糯玉米 它是甜玉米 所以说呢 这个玉米做出来的那个玉米粑粑呢 吃起来没有那么糯 所以我们要搭上这个糯米面粉 就是这样 那这样吃起来就会更加的糯 然后更加的有粘性 好 那再来又是这个玉米的叶子 对的 我们要把它切下来 我们来扔掉 然后这样子 如果叶子太硬的话 我们要把它焯下水 这样的话会稍微软一些 包起来会好 包一些 对的 那以上就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 好 放入冰箱 ガナッツ 白菜 放入蔥 放入油 蚊子 蚊子 放入烤水 把骨盐 烤油 烤焙 好的 那我们的这个玉米粑粑已经完成了 那刚刚也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 看着真的是非常的有事一样 非常的想来一口 那现在我们来尝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 对的 由于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玉米不是弄玉米 然后中间还加了那个糯米粉的话 所以它甜度是稍微有点淡的 不怎么甜 所以后面又加了一些白糖 对的 好 那如果喜欢吃甜一点 那就再多加点白糖都可以 无所谓 这个看个人喜好 好 我们来尝一下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脆 哇 来 哇 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棒 哇 真的太香了 在蒸的时候就非常香 而且煎完之后就更香 哇 这真的是 蜜米粑粑的魅力在这里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吃 太赞了 嗯 哇 可以的 好的 喜欢吃蜜米粑粑的小伙伴们 赶紧去试一下吧 真心不错哦 好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长按点赞 订阅 支持一下哦 那小伙伴们再次感谢大家观看 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沙瓦尼康 好